毕竟是罵我 罵我本人 所以我想说 因为他说有人做无耻的事 我当然鼓励 那这个无耻 他应该就是骂我本人了 所以我想说我应该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我一切都是 合法的程序上申请的 然后在合法的程序上 为什么要说我无耻 你当初为了选举 去趁赖清德老家 还给他做成竞选文宣 那我现在身为网红 去蹭一下你家 去蹭一下流量 这样子我就叫无耻 我真的真心不懂 不只是网红是超猫还是网美 网美本来到处拍照打卡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需要过分反应 而且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他妈妈去喂猫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有国民党的立委 罗廷伟他就讲说 我们很担心 你们去做活动的时候 那在那条街上 他妈妈的情绪 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不是我们能够扛得起的 老人家会不会情绪上面怎么样 来你说 不好意思 因为根据公开资讯 下载20块钱 就可以查到资讯了 他妈妈的户籍登记地 是不在那边的 所以许巧心他本人当天也不在台湾 所以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所以那一天应该是空污 许巧心那天要去太平岛吧 对他要去太平岛 他说他不在 然后妈妈也没有住在这里 所以罗廷伟多虑了 没想到太多这个 那电影律师 我们昨天也有聊到一些法律上的细节 那因为他跟外交部长吴钊燮 有这样的直球对决 那显然在今天 大家本来很期待是说 你咨询 你要拿什么来咨询吗 还是你真正密件 又要拿出来说 可是他今天的做法是说 我跟你讲 那个期刊就这样写 期刊那样写 期刊怎样 言必称期刊 那假设 我那个moment拿出来了 我没那么挡回你 这样 无助 无助于他当时已经泄密了 就是说他 你看他泄密之后 他一直讲说 他能会持续爆料 然后不后悔 然后结果今天拿出来的 不是他拿出密件的内容 是拿出一包密件 所以这个是Q掉了 就是说如果他再次说 我理直气壮 我就认为这个密件可以公开 他应该是把其他的 因为机密文书是这样 你泄露了一部分 还有其他还没泄露 再次泄露 他是一行为一罚 就是一次一罪 所以他如果再次拿出来 他会再一次刑罚 也许国民党团的人 或者是吴宗宪 有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可能会再卡到 所以他只拿出一个期刊 去讲说不断的去跟 外交部长去做咨询 但是这代表一件事情 他在这个用自己个案 自己涉及泄密的个案 去跟外交部长 好像是利用咨询这样的方式 而且前面还国民党动员 国民党不是动员说 好像要去轮番去炮轰 这个跟黑帮为事有点像 就是说你看 这个被害人 他已经提告了 那我们一起去施压他 叫他把他吞回去 这种像是黑帮为事的做法 今天许晓信开第一枪 那许晓信去讲自己个案泄密的情况 他又理直气壮 或者是不断的去做这样一个 好像大言不惨 这个在法律上面的评价是什么 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对于一个人犯泄密之后 他犯后态度是个评价 犯后如果毫无回应 你看他讲说 不惜再次爆料 当然后来丢掉 没有做这些事 只有呛吓而已 只有呛吓 但是这代表犯后态度 犯后态度 是不是毫无回应 当然是从众量刑 另外什么 他拿出的这个捷克的期刊 期刊的内容 其实不只是外交助去比对说 徐晓信你拿出的 泄露出来的这个机密文件里面 有关于MOU 然后还有备忘录的相关细节 这个都是期刊里面没有 连这个颇然的网红斯坦 他也特别去比对 他因为人家懂捷克文 懂捷克文拿出来做翻译之后 说这个捷克的期刊 但是徐晓信最近的一个辩解的方式是 他正在学捷克文 他学捷克文也没办法变出 有MOU的内容 整份期刊就没有MOU的内容 所以期刊只有写说 台湾有捐钱 然后有一些支持 但是没有MOU的细节 这一段国际期刊 捷克期刊不能当 徐晓信的遮羞部 除此之外 找不到其他国内的公开资讯 有关于MOU的内容 这是徐晓信自己放出来 如果对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这样 已经泄密的资讯 他不再是泄密 但是MOU的内容 捷克期刊没有 国内政府资讯没有 他就还是死于秘密 徐晓信去泄露他 他就是泄密罪的犯罪 那我要这样讲 徐晓信他目前不只是这个 波兰的网红 因为他懂捷克文 捷克卫生科技院 他也去讲说 因为徐晓信说我要接币 这个接币呢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一千万美元 跑到这个捷克去 我要再补充 因为你讲到一千万美元这件事情 今天徐晓信从头到尾在质询 他说多少钱 一百万 一百万美金 我觉得他被他自己的 一百万 一百万回遥了 回到一百万了 所以他讲 他自己回到这一百万 实际上他当时在揭秘是说 你看你要支持乌克兰那个钱 到捷克的 捷克卫生科技院里面去 是不是会有回扣回来 这件事情他搞错了 人家这一个捷克的科技研究 卫生院 他其实是一个 在捷克里面是一个 应该算是非常好的非盈利组织 是有公信力的组织 他们做了很多医疗整合 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乌克兰 所以人家发声明 驳斥说你这种无端的指控 把他当作弊案 荒谬 这个刚好对应他家 他可能认为说 你看前一段时间 大家去质疑说 徐晓信你大姑家成立一个公司 那个钱洗来洗去 所以他的逻辑 你看今天讲成 1000万美元讲成100万 回到自己那个100万 另外一个是说 我去质疑你捷克的公司 捷克的这个研究院 原来他的思考 也是回到他家 大姑那个公司一样 原来是洗钱吗 所以我觉得他用 他家自己的逻辑 用自己涉案的内容 去投射到 整个国家的国际外交 所以这样的泄露秘密的内容 其实我要严格这样子讲 国民党 就算他用黑帮去维持 哪怕说吴宗憲去讲说 这个是扭曲实物的运作常态 没有检察官会去施压被害人 今天外交部 他其实是一个间接的被害人 是因为国家的外交的情况 国家的对外的处境 是国家法义受侵害 外交部其实是 我的机密文书被你泄露 所以我是间接的告发 我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被害人 严格讲起来是个被害人 今天国民党 哪怕又检察官出身的吴宗憲也好 或者整个国民党团也好 对于被害人去施压 罔顾的就是司法的正义 罔顾的就是国家的权利 我相信国民党这样的做法 这几天我看好几个民调 民调一直在叫 国民党团的表现 荒腔走板 践踏台湾法治 我相信台湾人看在眼里 稍微有一点欣慰的是这样 阿苗因为陈永康委员 他也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然后他就有特别咨询吴部长 他就讲说 我们在签MOU的时候 应该还要签一个东西 叫做保密协定 要确定我们是MOU的内容 不会外泄 因为明明那个就写密件了 还有人看不见 他就两个前前后后 公文封上面起码有四个密 还有人可以拿出来 所以毕竟他人提案 都会说要提升犯罪率 这种东西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委员 或是怎么样 不是很清楚 我们应该要再加签一个 这个MOU的秘密 保证不会外泄的保密协定 来防止有这样的五四三的人 会这样子混淆 是 这个许小新 恐怕在国民党内 现在造成了一股 黄中悔气 瓦腑雷鸣的风潮 就是说像陈永康这样子 有思考到国家利益的声音 在国民党内反而是边缘 像许小新这种 为了自己个人要转移焦点的需求 大方泄密的声音 现在反而是国民党的新主流 在国民党内 现在谁敢批评许小新 就是犯了大忌 犯了大不韋 必须要加以党纪处分 而且还要受到网军来围剿 像陈永康 他在国防委员会 只不过因为没有举手 支持许小新的提案 也是惨遭新卫兵来围剿 但是陈永康委员 他在新卫兵围剿的风潮之下 不像吕家凯一样道歉 他反而持续的加码说 本来就应该要保密 所以我对陈永康委员 这样子的问证的方式 虽然我跟他政治立场不同 但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因为在黑魔法的面前 会愿意挺身而出来对抗 我们都要给予他肯定 那只不过如果说真的 加签了保密协定 恐怕对我们台湾来讲 现在会造成个困扰 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有个立委叫做徐晓星 他三不五时 就会把应该要保密的东西 拿出来外面晒 只要徐晓星遇到了 政治上面的危机 他就要解密 只要徐晓星他哪天 又遇到一个危机 他又要在个人解密 所以在徐晓星 这种个人解密的人 盘踞在立法院会造成什么 就是我们对外的所有的合作 所有的这个协议 应该要保密的 都会被徐晓星给回 那这个时候 谁要来承担这个毁约的责任 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全体国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 徐晓星个人这样子泄密的行为 是绝对不能容忍 因为他打坏的 不只是他个人的品牌 他打坏的是台湾在国际上走跳 台湾在国际上交朋友的品牌 你想想看捷克 现在受到影响这些人士 当他们遇到了他们其他在欧洲的朋友 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会称赞台湾还是抱怨台湾 讲个最白的 他们一定会说 你看我们上次帮台湾 运送这些物资到乌克兰 结果惹得他自己一身心 那请问台湾的品牌 在欧洲以后还要如何行走下去 而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徐晓星 他个人要从诈骗世家的争议当中 要金蝉脱壳 所以使出了这样子的伎俩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 对于他要一直讨论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这晓星世家听到有点声的 为什么现在都还要继续说 我跟你说 就收视率表现 跟某一些民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差点要超过8点党 那以现在这所有东西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是为了一己之私 一己之力 而且还要把国民党这样全党 绑上这个巧新的失速列车 你看现在徐晓星 三公四落开 连提案都要落开 要降低债贩率 竟然可以写成提升债贩率 这样国民党还有十几个委员上车 要去给他签名 因为现在不签不行 不签会被围剿 不签你没有听晓星 我把你党纪处分 徐晓星已经变成国民党的新贡主 现在国民党已经可能没有朱立伦主席了 已经被架空了 只剩下黄复兴 这三位重要的人士组成了一个立院党部 黄复兴要结对质 黄国昌 以后会有关系 徐晓星 黄复兴 立院党部 国民党的党中央已经移到立法院了 国民党的党中央已经移到 徐晓星的办公室里面去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也难怪国民党的支持率 政党支持度将和日下 因为国民党 你现在全党志愿 我今天看到是一字头 而且好像只有13 真的 然后民众党11 这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这个民调竟然还是张其路前立委主持 这更可怕 因为是民众党党员主持的民调做出来 竟然蓝白的支持 张其路也是一种售后服务 凡离开民众党者必成科黑 这么快吗 应该 我们相信这个张其路他的学术上 绝对是不会作假 那你看 现在国民党志愿跟这个徐晓星的诈骗世家的风波 绑在一起 志愿跟这个徐晓星的指路为马的风波绑在一起 志愿跟徐晓星的这个泄密风波绑在一起 你迎来的神主牌 竟然是一个制度的破坏神 专门在立法院里面把我们国家来搞乱 那么像国民党如果是要把徐晓星这样当成主牌的话 未来真的是堪忧 了 好